目前俄乌冲突已经持续了三百多天的时间 很多朋友认为 拜登一手挑起俄乌冲突 是极端主义和霸权思维的体现 同时 也是拜登职业生涯中最不理智的选择之一 其实纵观历史 每一个事件的发生都绝非偶然 是非对错或许只有时间才能给予答案 但我认为 拜登不仅没有不理智 而且始终展现的游刃有余 甚至对战场节奏的把控非常准确 当然拜登虽然没有特朗普那样施钱如命 但对待利益也是当仁不让 前段时间欧洲官员指责拜登用通胀削减法案 收割欧洲财富时 拜登直接公开表示 我为了美国的利益被国际指责 让他们都见鬼去吧 从这句话可以看出 拜登的美国优先决不比特朗普的差 那么问题来了 既然拜登一切都是为了利益 为何要冒着与俄罗斯爆发冲突的风险 突然宣布支援乌克兰主战坦克 而且规模达到31辆之多呢 其实我认为下面这件事或许可以解释一二 前段时间有西方媒体报道称 美国中情局负责人受命拜登 带着秘密协议亲赴莫斯科与俄罗斯高层会谈 在这份协议中有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条款 就是割让乌克兰20%的领土给俄罗斯 换取俄乌冲突结束 虽然美国中情局官员在第一时间回应称 这个报道是错误的 白宫高层也出面辟谣 但这里面一定还有不为人知的秘密 原因是当有媒体就此事对克里姆林宫提出疑问时 克公发言人回应称 这是个骗局 俄乌之间还没有到谈判的时候 因为从事实上 法律上都没有达到谈判的条件 大家应该看到了 克公并没有直接否认此事 也没有承认此事 而是用到了骗局这个词 大胆推测一下 美国用乌克兰20%的领土 换取的不是和平 或许是俄罗斯在某些领域的让步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 拜登还是把普京想简单了 我在过去的文章中就讲过 如果普京只是为了解决土地 人口 以及历史矛盾等问题 压根不需要如此大动干戈 普京这一仗 打的不是乌克兰 打的是西方就秩序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拜登眼看计划再一次落空 所以才冒险决定向乌克兰提供主战坦克 说白了也是一种试探 试探的不仅是俄罗斯底线 试探的也是欧洲国家的决心 总而言之 我认为美欧的主战坦克 不会轻易抵达乌克兰前线 让我们继续拭目以待 回合制战争 现在轮到俄军进攻了 乌克兰国防部长称 俄军将在2月24日 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大规模攻势 在我看来 乌克兰国防部长所言非虚 有大量的信息在证明 俄军将对乌克兰发起新一轮决战 在此前的文章中 我就多次说过 随着北约军援的不断增强 留给俄军的战略窗口期已经不多了 在北约军援尚未形成战斗力之前 俄军需要抓住这波机会 对乌克兰予以重创 2月24日 是俄军攻打乌克兰一周年的日子 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 2022年2月24日 俄军没能完成的战斗任务 很有可能在2023年的2月24日再来一次 据乌克兰情报局发布数据称 俄军动员的真正兵力不是30万 而是50万 欧盟方面也认为 俄军在乌东和白俄边境线上 一共集结了70万兵力 准备给乌克兰来一记重拳 为了阻止白俄再次借到给俄军 北约直接威胁白俄 若是白俄敢支持俄军攻打乌克兰 北约将在两小时内打进白俄首都明斯克 也许北约不会真的这么干 也许北约只是口头威胁 但白俄不能不信 因为北约真的有能力在两小时内打进明斯克 甚至颠覆卢卡申科政权 我认为 白俄再次借到给俄军的可能性很低 但即便如此 俄军的春季攻势 仍旧将对乌克兰造成重大威胁 介于当前 基辅已经部署有了 爱国者等大量的先进防空导弹系统 俄军再次闪击基辅的可能性已经降到极低 但是在乌东地区 俄军可发挥的空间依然很大 乌军在斯瓦托夫和克里米纳战线上 几乎没有进展 这就意味着俄军的北部补给线是畅通无阻的 乌克兰现在的主要兵力都集结于顿巴斯前线 而在哈尔科夫部署的防卫力量是极为匮乏的 如果这时候 俄军直接南下 再次猛攻哈尔科夫 配合巴赫姆特的俄军对乌军形成两路加攻 采取前行攻势 乌军将很难顶得住 一旦哈尔科夫失险 乌军在乌东面临的局势 又将回到2023年上半年的情形 俄军兵分两路 一路从东南面强攻巴赫姆特 拿下巴赫姆特后 向东攻打塞福尔斯克 并一路从东北方向南下 重新占领红利曼 对双子城形成三面合围 这是乌军对双子城的坚守 又将重蹈马里乌波尔和巴赫姆特的覆辙 整个顿巴斯将有丢掉的风险 但这一次不同的是 双子城是乌克兰在乌东地区最坚固的堡垒 即便俄军对这两座城市形成三面合围 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啃下来 这就给乌军创造了机会 只要乌军扛过双子城保卫战 等到北约军援的重型坦克部队形成战斗力后 乌军仍旧有可能抓住俄军的弱点 再次发起闪电式的反击战 变数在于 如果俄军在春季攻势中 无法拿下顿巴斯 反而使得两军交战持续升级 那么北约进一步援助F16战机 幻影2000战机 死神无人机以及远程导弹等先进武器装备 就会变得水到渠成 春季攻势对俄军而言 将是意义重大的决胜之战 为了准备这场大规模攻势 俄军一直在积极准备 包括换格拉西莫夫担任总指挥 协调俄罗斯全军出击 将瓦格纳撤出巴赫姆特 转交给俄空降兵部队继续攻打 朝鲜也首次公开 向俄罗斯派遣支援兵 拉夫罗夫甚至对中国喊出了 中俄合作无上限 虽然这只是一句口号 但如果俄罗斯真的遇到重大挫折 是很可能对中国进一步转让重大利益的 俄罗斯仅有的三个军援国伊朗 白俄和朝鲜 都已经用上了 再往下 俄罗斯所能依赖的就只有中国了 再没有别的国家可以依靠了 许多中国网友都已经为俄罗斯列合作清单了 如核潜艇 产品30发动机 重型武装直升机 白天鹅 土95等 同时北约也没闲着 美国已经准备好了新一轮22亿美元的军援计划 首次提供射程超过150公里的精准制导火箭弹 它由海马斯发射 具备直拿打哪的精确打击能力 可以覆盖克里米亚 直接打击俄军部署在克里米亚的弹药库 法国在向乌克兰提供12门凯撒榴弹炮 在援助坦克时 法国是第一个提供轻型坦克的北约国家 而在援助战斗机方面 法国可能也成为第一个援助幻影2000战机的国家 在美国明确表示暂不提供F16战机的情况下 法国却说没有禁忌 正考虑提供幻影2000战机 这样的套路 在北约坦克援助时就出现过一次了 美国先说不提供 然后法国打个擦边球 提供一些落后的坦克 紧接着波兰和英国跟进 提供重型主战坦克 最后德国和美国被逼无奈 同意援助鲍尔和M1坦克 我预计在战斗机援助方面 也会重演同样的剧情 但对乌克兰而言 最艰难的时刻很快就又要来了 一方面是北约军援具有之后性 而俄军正准备抓住北约军援的之后性 来给乌克兰一计重拳 奠定对乌作战的盛势 在规模上 俄军的春季攻势 将仅次于俄乌战争爆发的初期 扎波罗热 顿巴斯 哈尔科夫三个方向 都存在俄军反攻的可能 这是一次双方投入 总兵力 过一百万的大规模战争 究竟是俄军重振雄风 还是乌军坚守到底 我们很快就能看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 接下来